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傅美娟健康管理司法館的負責人傅美娟老師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老師妳好 妳好 美娟老師我想先請妳分享一下妳當初怎麼會想要創這個健康司法館 妳的起情動念是什麼呢 我的起情動念就是我很喜歡這一塊 就是我在25歲到50歲的時候開啟練 當我在大概40歲左右的時候 就是身體一直不舒服 然後上去看醫生 然後我姐就是逼我去按摩 她說我這樣子不行 所以我就開始我的按摩的旅程 我很喜歡去按摩 因為在之前我很多疾病沒辦法得到緩解的時候 就透過按摩慢慢去舒緩自己 連心情都變得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一段應該有10年的期間 一直都有在去按摩 也找很多可以適合的老師 所以我知道消費者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我在這段期間也做了很多學習 我用的東西都是我的入門老師所研發的產品 還有一些工具 是很快可以帶入很放鬆的階段 是 那美金老師想請妳分享一下 那妳在創業的過程當中啊 會碰到很多的困難跟挫折是什麼呢 創業 當下的我其實沒想這麼多 我就想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就是開心這件事情 對 真的沒想太多 然後糊塵糊塗就來到這裡 然後一開店呢 因為就是我的洗衣店就是點贊給同業 然後我就來到這裡找到店面 就開始專忙開始做 都沒想那麼多 然後開店兩個月就遇到第一次疫情 真的 兩年多 又總共遇到三次 對 疫情沒有不好啊 對 我覺得疫情就是讓我們 都太累了 讓我們好好休息 讓我們家人都好好吃個飯 讓我們大家的手藝變很好 對 我覺得這樣很好 那當妳當開店就碰到疫情 那妳是用什麼辦法去度過這個疫情 因為疫情這一塊呢 其實每個行業都遇到 對 不是只有我們 那我覺得 聊天應該就是要給我們什麼樣的功課 我覺得 那後來就是有人 朋友也有去上課 然後去做進修 在這兩年多 我也拿了好幾張結證書 然後拿了秉級的證照 沒有秉級證照 在幾年來講 我也去上了團工整部 推拿技術式的一些課程 所以我下個月就要考術科 我學科已經考過了 我覺得這段期間 其實是進修的好時間 是 我覺得 所以碰到疫情 妳反而把這個生產去進修 去考一些證照就對了 對 也做一些線上的課程 我覺得都很好 多多跟家人聯繫 還有好朋友聯繫 我覺得都非常好 真的 是 那美軍老師我想請妳分享一下 妳在創意的過程當中 有碰到什麼是讓妳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有 就是說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每個客人 每一件事都讓我覺得很驚訝 也很印象深刻 就是我療癒過中風的客人 是 手六年沒辦法舉 經過四五次的歐巴拉調理之後 他整個手可以舉到這裡來 然後走路就 不然他走路是用拖的 然後還有一個乳癌的硬塊 就慢慢幫他解 慢慢幫他解 身心靈一起解 他就剩下四個 他把五個硬塊剩下剩下一個而已 對 他很有耐心 但是我也是慢慢幫他 我覺得這些都是讓我非常感動的 印象深刻的事情 然後我們客人都有時候來 我有拿好多東西給我吃 我覺得都是超感動的 我覺得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 叫利人利己 你幫了他人 其實你也幫助到自己 我最深刻就是 我那個中風的客人 他住苗栗 真的 來苗栗後龍 其實我的客人都是客人介紹客人 然後他中風 他應該是六十五歲 他中風了八年 然後來我這裡 然後慢慢那個 然後我看到他的好 我覺得一直是感動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說大哥 你有給我感動嗎 然後 他是很靦腆的 他是大老闆 他很靦腆的 然後我問他 王大哥你到底有給我感動嗎 你家裡現在比較好小 這是進步的意思 因為他這麼多年都無法動彈的 對 然後我跟他說 我就再問他一次 然後他說 有啦 然後我就說 大哥 你知道嗎 你 你 我給你感動 其實我看你 其實你也是感動 感動就是我 我會繼續再走下去 是 我覺得這條路是對的 是對的 會堅持下去 對 就是讓我這件事 真的是最深刻 真的 惡態心 惡態心 也是有成就感 嗯 我覺得客人就是一個 雕塑品 你把雕塑品雕塑好了 嗯 就是美美的 舒服的 開心的 快樂的 是 那美軍老師我想請你分享 你們健康管也是霸管 他的經營理念 跟核心價值是什麼 嗯 經營理念 經營理念 就是以 每個人身心靈都得到健康 開心到快樂 這是我的理念 嗯 這是我的理念 我覺得是很簡單的方法 都可以達到這一個 嗯 對 就是這樣 我覺得理念我不知道 應該怎麼去很正面的去說 怎麼樣 但是我就是正能量 哦 正能量 嗯 我覺得遇到困難 就是我覺得就是老天爺 給你什麼樣的功課 嗯 嗯 你怎麼去 去 去做對應 是這樣 嗯 我覺得每個問題 都是來開我們的智慧的 哦 是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你不會發通到困難跟挫折 嗯 你覺得他們都是來開智慧的 對 我覺得我們人齁 生下來其實都一直照著軌跡在走 嗯 你走到哪裡 其實他已經是都安排好了 哦 哦 其實我不知道而已 哦 是 對 所以我的名言叫一切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真的齁 嗯 好 那那個美妃老師我看你有帶一些產品來啊 那你可以介紹一下你們 這個健康18管比較不一樣的特色 在你的商品的介紹 哦 OK 我們18管和養生管不一樣 是 因為我們18管它其實就是要先沖澡 然後才開始做生品 對 對 然後我們的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用的精油 是大熱精油 是我們老師去研發這一塊東西 對 然後我們的廚房簽 我們的精油成分是醫生開的廚房簽 給我們老師去研發這一個 這是台灣做的 它通過SGS 認真的 對 然後它做的是一個比較能量 像我們客人進來他一定先抽精油 嗯 才做療癒 我就 讓他抽完之後我就會告訴他 欸你今天需要哪一塊就做加強 是這樣 很強 所以我們精油是有那個廚房簽 對 它是廚房簽下去調配它裡面的成分 對 它都是花花草草 還有 所以特別它裡面的成分是有 中草藥 哦 藥草 對 它裡面的中草 土中 口氣 哦 也有這些東西 是 這個就是來療癒的 嗯 我們只要抹抹擦擦 欸 就整個肌肉 因為我們皮膚是最大的吸收 跟排毒的器官 是 所以我們只要透過抹 那最重要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療癒 嗯 我們在做的是療癒 為什麼 是這麼說 因為就像孩子跌倒了 欸為什麼 媽媽抱起來 呼呼吸吸就好了 嗯 它就是要給愛 哦 我們也是在給愛 哦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愛自己 哦 是 對 才有辦法愛客人 哦 所以你們家的那個 比較特別就是結合身心靈 對 我們的身心靈就很不一樣 就像你肩膀痛 你就會覺得 欸為什麼肩膀痛 為什麼五十肩 嗯 是因為我們扛了責任太多 要放一點 要 要是該扛就扛 不該扛 你就不要扛 哦 對 是嗎 對 因為你思維要清楚 才知道該扛不該扛 對孩子 像孩子長大 你該讓他自己去發展 自己去走自己的路 嗯 對 以前我們這些孩子慢慢長大 是我們也希望這麼做 嗯 是這樣 對 多多的愛就是壓力 不要 好 那每天有什麼想請你分享 有沒有從顧客啊 給你的回饋 是你的成就感來源呢 嗯 嗯 也是 也是 對 也是 我比較有一股的熱忱 嗯 我覺得 我就是那種 嗯 就是 我就是很愛幫助別人 但是我現在有做一個學習 就是 不要忙給 哦 不要忙 麻木的忙 給予的給 因為我們常常忙給 就像我父母給孩子的愛 給對方 嗯 而朋友或另一半的愛 都忙給 嗯 給的不是人家要的 嗯 那叫忙給 我現在不做這件事情 嗯 因為我想要給的是會感恩的人 嗯 你感恩 他就能夠收到我給他的愛 嗯 對 我現在會做這樣的一個斷舍林 不一樣的改變 哦 以前我都忙給 是 我就不想你只要給我 是嗎 嗯 現在都是這樣 我就不要為什麼要給我 嗯 是這樣的 嗯 我現在有做這樣子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真的不要忙給 嗯 這個 你給有需要給會感恩的人 是這樣子 好 那你平常說我想請你分享一下 你們這個健康光臨時霸館啊 他未來短期中期長期的規劃是什麼呢 嗯 在我來講的話 嗯 我 我未來想要走的路線是 我希望把 我們這樣的一個技術 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按摩方式 嗯 把灑出去 我希望有種子出來 嗯 讓大家 讓很多很多人都可以得到很健康 而且是很舒服的方式 對 我 我未來要走向 所以 半期中期長期 我 我自己規劃都是一樣 對 我希望你這樣的一個技術傳承 嗯 讓更多人可以得到 很短的時間 可以得到很健康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希望培育啊 就是培育 跟有一樣想法的學生 對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健康的訊息 對 喔 很不錯的理念 對 因為我在現在我已經 呃 不能說我學到非常非常多 但是 我覺得我學的已經 這兩年多 我已經把很多基礎很多 非常扎根 往下更更扎根了 對 是 然後我覺得 只要肯學 我覺得我都會把我 我會的全部都是傳授 就怕他不學而已 無私的 無私的交給他就對了 對 只要我會的 不管 煮菜也好我也會 洗服也好 我很多事情 就是都我經歷過了 我都OK 是 對 我很喜歡這塊 按摩這塊我真的超喜歡 而且我一天只做兩個客人 喔 我做得非常少 有品質就對了 對 我的來的客人都 都可以得到品質很好的一個療癒 嗯 對 身心靈還有身體的肌肉 整個療癒都是非常好 舒服開心的離開 是 對 我是做這件事情 真的 對 那最後請每天老師 你可以給年輕人 比如說有個年輕人跟你一樣 有這個熱忱 想要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呢 呃 我覺得創業就是說 你想好了再去創業 嗯 嗯 想好不一定說你要怎麼樣去想 就是說 你那顆初心 你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嗯 為什麼要開這個店 或者開工作室 我覺得你的初心很重要 嗯 那顆心是定的 嗯 而且你在創業的時候 我覺得 你看 在某個階段你還是要做學習 嗯 你還是要做學習 不是我們會了就會了 嗯 人神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是 像我現在我都還一直在上課 對 因為你那些上課 你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 嗯 不是只有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很厲害 也沒有 也沒有 真的 就透過有時候 呃 演講啦 或者一些課程可以上的 嗯 我們在定期就去上一下 上一下 欸豐盛 人在豐盛之後就不會活出匮乏 哦 是 是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真的很豐盛 對 所以你給年輕的建議就是 初心 那個心很重要 對對對 要不斷的學習才能夠更經濟 對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像我以前開的鞋店 我25歲開到50歲 嗯 我真的那顆初心 就開店的那顆心是熱忱的 嗯 到我開了25年 我真的也還很熱忱 是 我是開心的 就幫顧客做好那件事情 真的是就是 就是人家為什麼會交給你 不管你就是做哪個行業 還願意把它交給你 我覺得 你就要把它完成好 嗯 你把它弄好來 再交給他 嗯 這才是對的 不管任何一個行業都一樣 嗯 所以我開店今天這麼多了 嗯 再來這裡我是 就如法炮製而已 就沒有 沒有不一樣 只是說我們做按摩這一塊 嗯 就是做精進 嗯 所以我一直覺得人生很豐盛 非常豐盛 是 好 今天真的很高興邀請到 副美娟健康管理十八館的負責人 美娟老師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老師 謝謝你 謝謝 祝大家健康 謝謝 祝大家健康